去年修哥领寿时 这个城市里面有任何挨饿受动 这些无家者都是教会的一个责任 教会必须来照顾这一些贫穷弱势的人 当我们去见主面的时候 我相信耶稣也会说 那就是坐在我的身上 教会不仅要成为大家一个聚会 认识神的地方 我们也要成为这些困苦流离的人 能够帮助他们站起来 而且也来认识神的一个地方 每周晚上有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的时间 开始在火车站 银泉路的地下道 以及光复国小 来关怀这一些无家者 我原本对无家者的刻板印象 应该跟一般很多人都一样 就是看起来就是很乱然后脏脏的 所以我也害怕他们 我也不会让孩子接近他们 但是当自己真正去接触他们之后 我才发现其实有很多他们也许很努力在找工作 但是因为身体不好 那也许他们很努力地想要生活 他想要住房子 可是他们就是住不起 那我就会发现其实这个真的就是社会一个很黑暗的一个角落 因为这个是大家看不到的 那在探榜当中有一位大哥 其实他是里面就是让人家会觉得说他常常坐在那里不可动的比较懒的人 在上一次他就跟我们讲说你们真的是付出无时的爱 他也跟我们说他想要工作 然后问我们可不可以帮他找一份工作 一个可能贪了几年了岁月的一个这样子的大哥 然后因着我们的关怀跟爱 会有动力想要再走出来再站出来 那我就觉得这些日子这样子的陪伴 把时间拨出来真的是很有价值 也让我真的就会觉得说 好像就是在走耶稣走的那一条道 我们面对的每一个无家者 就是面对每一个独特的生命 因为耶稣看待他们就是独特的 他们真正缺乏的不是我们去到那个地方把物质一放就离开的 他们缺乏的是有人对他们的关心和关爱 我相信圣灵感动他们的时候 他们会真正的有一个生命的反转和改变 无家者事工不仅仅是我们对基督的爱的一个回应 也是神给旌旗教会的一个负担 如果你愿意回应神对你的这个服装 邀请你参加下列的行动 为这一个事工祷告 参与关怀这些无家者 你也可以奉献物资金钱来支持这个事工 在这里邀请大家来参与这一个事工 我们一起把基督的爱传递出去 Part 4